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分一棵白菜一棵葱一包糖凹四只冬菇一包金针菇半包红起菇三分一个红萝卜四分一个白萝卜一砖豆腐半包粉丝将芫荽、蒜头和辣椒切碎 汤底可以在超市买任何鸡汤 然后用水调节浓度 将汤煮滚 就可以开始放入比较难熟的材料 例如白菜、白萝卜和红萝卜 放白萝卜和红萝卜之前 将两样材料切成一块块 如果想冬菇快点熟的话 可以将冬菇切开 除了猪肉之外将所有材料放入 等一会就可以吃到的了 吃之前点点点热菜广东火锅酱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将芫荽、大蒜和辣椒加入火锅酱 猪肉就像平时吃火锅 放入汤里煮熟就可以吃了 想尝试不同食法? 将生蛋发芋加麻油、豉油、黑胡椒 倒入汤里煮熟就可以做出一碗蛋花汤了 想用不同的材料就用不同的材料 试试做出自己的菜脯吧 用Pan Thai广东火锅酱 是家里享受最正宗的泰式火锅